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诗篇34篇1到10节 这个诗篇的标题说 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 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 亚比米勒是一个王的称号 就有点像埃及叫做法老 那么罗马帝国那个叫做凯撒 对不对 这一段故事是记载在《撒末尔记》上21章 因为跟这个诗篇的背景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 《撒末尔记》上21章的第10节 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 所以是为了躲避扫罗的缘故 逃到加特王雅籍那里 这个加特的地点就是在菲利斯领土里边 很可能这个雅籍就是当时候的 菲利斯的亚比米勒 菲利斯王 雅籍的臣仆对雅籍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夫人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他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被雅籍的仆人认出来了 那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大卫也听到 就说哎呀 糟糕我被认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候 菲利斯跟以色列是仇人 是敌人 所以就甚惧怕加特王雅籍 结果大卫就怎么样做呢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就装疯卖啥了 在城门的门扇上 胡血乱化 使唾沫留在胡子上 就是做了一些 违反常理的举动 雅籍对臣仆说 你们看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就把他赶走了 那偷看一下22章第一节 大卫被赶走之后到哪里 也不能够回去 因为扫罗王还在追杀他 大卫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都兰洞 亚都兰洞是一个山洞 等于是他在那里做山寨王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的进度 大卫这里说 大卫被赶出去之后 就做浙尸 那是不是就是在亚都兰洞写 不晓得 还是他之后做王的时候写 不清楚 那看起来是 被赶出去的时候 就在心情上很激动 很感恩的时候写下的诗 他说呢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大卫逃离了一次危难之后 他在心里面有一个呼吁 他说我要时时刻刻 我要常常的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就是所说出来的 都是向神的送赞 向神的赞美 因为他意识到 他的生命是 这个上帝保守拯救的 而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人不过是一个人 我们竟然可以得到 这么大的恩典 我的心必因 耶和华夸耀 夸耀是以神为乐的意思 就我在心里面 以上帝为乐 以上帝为荣 那他这样的夸耀 这样的称赞 常常口里赞美神 谦卑人听见 就要喜乐 这个谦卑人 原文是卑微的人 或者是困苦的人 所以新译本也好 现代中文译本也好 都把它翻译做这个 比较是偏向 卑微的困苦的人 听见就要喜乐 也就是说 大卫以自己亲身的经历 经历上帝的保守拯救 他就在那里送赞神 赞美神 当我们在那里送赞神 赞美神的时候 旁边也有正在受苦的人 他们听见了 心里就被鼓舞了 对不对 他们就信心就被加征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喜乐 所以大卫有个呼吁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大卫说 这里的意思有一点是说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了 而且我们要把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来称颂出来 让更多的人都听见 都喜乐 所以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大是伟大荣耀的意思 你们和我要一起来称颂 耶和华的荣耀伟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让他的名被高举 被显耀 被称阳 所以一到三节呢 是大卫自己发自内心的称颂 赞美 他也意识到 他这样的赞美 是可以扶持这个困苦人 而且他也邀请大家 一起来经历 我们就可以一同来称颜 那第四节到第十节 就是大卫他个人的见证 他就要讲他为什么 要发出这样的呼吁 说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他就要告诉大家说 他的经历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这个是跟我们刚刚读 《圣摩尔记》上的那一段故事 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我们就比较有画面了 他在那时候寻求耶和华 神就应允了 他这个恐惧呢 是表达一个很强烈的情绪 是一个惊吓 你可以想象吗 当大卫听到 菲利斯王雅吉的臣仆 认出大卫的时候 大卫的心里面 是何等的惊恐害怕 因为他知道完蛋了 我们是敌人 被认出了 那我肯定要被杀了 所以他心里何等的害怕 可是他这里说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就极大的惊吓 那么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大卫的意思是说 他寻求神 那神就拯救他 当然拯救他的过程是怎么样 是给他智慧 让他装疯卖杀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蒙羞的 对不对 是很丢脸的嘛 你在那里吐脱墨 流到整个胡子 然后在那里乱写乱画 对不对 可是他却说 上帝拯救他 带领他 使他有光荣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困苦人当然也是描写 他当时候装疯卖杀 他的为难跟痛苦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营 搭救他们 我们看起来是 大卫的装疯卖杀 但是对大卫而言 他看见的是 他知道 其实是上帝搭救他 是上帝保护了他 那有学者 留意到第四节到第七节 很特别 第四节讲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第六节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感觉是一样的 是平行的概念 平行的意思 对不对 那第五节 跟第七节 意思也是相近 所以很可能在这里 它是一个起应的方式 或者是第四节是独唱 领失的人独唱 那么第五节是 会众一起唱 第六节呢 又是独唱 那么第七节呢 又一起唱 它等于是有一个 这样的安排 或者起应 第四节大卫讲 第五节 全体会众一起讲 一起回应 等等 第八节 当大卫讲了他在亚籍王面前装疯卖撒 后来蒙拯救的这个事情 他也发出一个邀请 他说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智慧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他自己亲身这样经历 上帝的拯救和保守 他现在邀请你们 就是大家 你们也要跟我一样 一起来投靠他 其实在原文没有主恩的智慧 他其实指的是 你们要来常常怎么样 亲身经历上帝 这个常常 在原文是有两个动词 除了常一常 还有看一看 就是说来尝试一下 然后也来评定 这是有一点判断的意思 大卫要表达是说 你就试试看 你就来经历看看 你来经历 然后你自己想一想 做一个判断 你就知道怎么样 上帝是美善的 你就知道信靠他 投靠他是真是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当敬畏他 应敬畏他的 义无所缺 留意我们刚刚 在看 《圣母尔记》读的时候 我有刻意读到22章 第一节 如果是在亚杜兰洞写的 大卫那时候是 一样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心态上 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变 大卫在那个时候 看起来是 什么都缺 可是他知道 因为我信靠神 敬畏神 所以上帝会带领我 帮助我 供应我 这是一个信心 对不对 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山寨 是一个山洞 可是他在信心里面却知道 我什么都不缺 因为神会供应我一切 神会帮助我 会带领我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狮子很强壮 他在整个食物链的顶端 对不对 就算是这么强壮的狮子 有些时候还缺食忍恶 但信靠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因为他是美善的 投靠他是有福的 这个少壮狮子 也常常用来比喻做一些 有权势 有财富的人 他的意思是 相对比 你像少壮狮子一样 有力量 或者呢 你有权势 有财富 你都还会有缺乏的时候 但是我告诉你 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有一切的需要 上帝都要为你来预备 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么今天的进度 其实蛮清楚 一到三节 就是大卫他一开头 就表明他要称颂神 而且是很激烈的 心情的表达 要实实 而且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就是我的口 常常赞美神 我的心 要因耶和华夸耀 因以为傲 因以为荣 他也说 那你们也要和我一同 来称颂耶和华伟大 为什么呢 这个背后就 刚刚有讲 就是意思是 我的经历 你们也会经历到的 所以四到七节 就以一个起应的方式 提到他自己 亲身的经历 就是我寻求的时候 神就应允我 就救我 脱离这个极大的惊恐 而且我发现 意识到 其实上帝真的 差遣十则 自为安宁大救 那第八节到第十节 他就发出一个邀请 那你们来试试看 来试试看 在我信仰的初期 就说 我开始被邀请去 教会的团契 那其实也是在那里 挣扎犹豫 因为我是 民间信仰的家庭 我要成为基督徒 这一件事情 我也知道 肯定会有一个 轩然大波 因为我爸爸 我的家人 他们在 拜拜这件事情上面 是很投入的 他们很 所谓的敬重鬼神之类的 那对我来讲 我就有些挣扎 我记得当时候 有位辅导 他就跟我说 金龙 我知道你有一些挣扎 有欲 他就说 你要不要 尝尝主恩的智慧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就来试试看 你祷告 你祷告 邀请耶稣 进到你的心里面 你向上帝祷告看看 我把这个话 听进去 当天我没有什么表示 可是我回到家里面 我就试着 跟上帝祷告 我跟上帝说 耶稣 是这样的 我不认识你 我一直听到 他们 在说你 可是我不认识你 他们说你爱我 过去我也没有 特别感受 但是他们 说 很斩钉截铁的说 甚至那个辅导 跟我说 金龙 你试试看 你就会经历到上帝 他的真实 他对你的爱 是那么样的深刻 就好像我手中 拿的这支笔一样 是这么具体 这么真实 我还记得他的 拿着一支手上的笔 再向我证明 所以我就回去 就祷告 我说 耶稣这样 这个辅导说的 这么样的具体 如果你真的存在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也让我经历你 经历你的真实 那祷告完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立刻发生 我就继续过我的生活 可没想到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面 我突然意识到 一些事情发生了 我身边的人 怎么都 好像都变成基督徒了 我有提到过 我去补习班 补习班的老师是基督徒 那老师是基督徒也就罢了 班导师也是基督徒 就是老师是上课的 班导师是点名的 而且我的同学 邀请我去补习班 他怎么也变基督徒了 他以前我都不知道 我跟他打球 打了两三年 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他居然跟我说 他是基督徒 那么我去书店 遇到国中的同学 已经几年没有联络了 他居然在看一些 关于宗教的书 他跟我说 他是基督徒 怎么身边的人 突然比较熟悉的朋友 都变成基督徒 而且令我震惊的是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跟我说 金龙 我跟你说 耶稣爱你 第一次 那么就还好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十次 我那个时候就让我有一个 很深刻的体会是 难道这个上帝是真的 而且他真的爱我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可能曾经 也有类似的经历 对不对 我们都曾经做了 一个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 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基督徒 如果你还在追寻信仰 在我过去的这个 所谓常常主恩的职位 我一次 两次 三次 当我试着选择投靠他 我真的经历 他是爱我 他是美善的那一位神 今天我也一样要告诉你 当你到他的面前 你试试看 你投靠他 你把自己的心交给他 敞开来 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真正的谦卑悔改认罪 你也会经历到这个上帝 就像我手中拿的这个笔一样 那么真实 那么实在 最后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当时有人邀请我 来尝一尝 来试试看 谢谢你 这样体贴我的软弱 愿意付救卑微 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 按着我们明白的方式 显出你的恩典跟慈爱 显出你的真实 如今主委向你恳求 将格外特别的恩典 领到每一个福音朋友的身上 愿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工作 当我们开口 要选择要来投靠你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真实的尝到 这个美善的智慧 真实的经历 你是慈爱恩典的主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